为阻断冠病毒进一步传播 自5月开始的婚宴禁令 推迟到7月中旬才可能恢复 这打乱了不少新婚夫妇的计划 有人决定先注册结婚 以后再宴客 也有新人取消摆桌宴客的打算 原定这个月举行婚礼和婚宴的 林华川和李雪华 因为防疫措施 婚宴计划一再改变 这对新人现在考虑取消婚宴 每次的延期 我们就需要跟亲戚们再次的打交道 跟他们讲说日期换了等等 所以我们在考虑 我们也咨询了我们的双方的家长 可能我们就考虑说 可能不是一个婚宴的一个方式 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 有婚礼策划服务业者发现 一些新人可能因为需要领新房子的钥匙 而如期注册结婚 也有人选择把日期挪后 受访酒店估计 无法举办婚宴 让他们损失约10万元的生意 虽然婚宴有望下个月中旬恢复 但业者认为许多新人不愿冒险 最快会等到年底才办婚宴